看来大家对这个作物增田非常感兴趣 通过这两天大家对我这个自信度比较多 以后呢就能感觉到 怎么去增田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好比说我们种口感类的番茄或者种圣泥果 糖度要高一些 那么我们怎么去增田 在我们平时种的时候 糖度达不到其中有些原因 完全是因为我们个人造成的 并不是说气候原因造成的 或者是品种原因造成的 好比说番茄到这个时候了 我们一般种植物就开始干嘛呢 打老叶把这个叶子下面的叶子 这会的叶子全部给它打掉 打掉目的干嘛呢 光照上去了通风上去了 然后认为这样的情况下 利于果实的转色 利于果实的种田 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一个错误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养分这个分配原理是究竟原理 如果你把这个果实周围的叶片 给它打掉了 打掉以后呢 它这个养分 就是白天合成的一些养分 尤其是有机养分 它没法合物 它没法去给这个究竟这个果实去提供了 那么这个果实获得不了足够的养分以后 你说它这个口感会好到哪去啊 就像我们常说的 人大利不亏 你这果子一样啊 你得不到那么多的干物质积累 那说你的口感 你的甜都能去上去吗 再一个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啊 这些糖分呢 不是说有生俱来的果实里面呢 它会集中在什么净杆里面呢 叶片里面呢 包括果饼上面呢 等到一定的阶段以后 它才会从这些部位呢 去这个转移到果实上面去的啊 那种糖类 如果你过早的把叶片搭掉以后呢 那些糖类自然让它也就少了 所以说打老叶是一个很不正确的农室操作呀 那么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啊 才可以打老叶呢 包括说这些老叶啊 或者果实周围的啊 这些叶片呢 明显都病了啊 即早打了有好处 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生长不凉了 叶片发碎发干 已经失去了光合作用的这些功能了 把我们要打掉 还有一个可能人说啊 这是不是影响透光啊 通风啊 实际上影响遮光啊通风啊 是你栽苗的时候 你都出现了一个很大问题啊 你如果你的猪筐局过于紧密 你为了多种了几颗番茄 那么你肯定会透光 所以说你栽种的密度 也和你后期的前度有这些关系